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三奈米已正式开始大规模量产,业界早已盛传,苹果将是台积电三奈米首发客户,DMD、联发科、高通等大厂也正陆续规划导入。 不过,台积电并未透露三奈米客户群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此前强调,三奈米将被大量应用在推动未来的顶尖科技产品中,包括超级计算机、云端数据中心、高速的互联网及行动装置等,例如未来的ARVR等。 在5G及高速运算相关应用的大趋势驱动下,台积电三奈米市场需求非常强劲。 刘德因还透露,三奈米技术量产后,从第一年开始,每年为台积电带来的收入就会大于5奈米。 预估三奈米技术将在量产5年内,将释放全世界约1.5兆美元终端产品价值。 台积电目前营收主力为7奈米和5奈米,二者今年第三季营收战比达54%,5奈米甚至首度超越7奈米。 刘德因示出,三奈米技术量产后,从第一年开始,每年为台积电带来的收入就会大于5奈米的讯息,凸显三奈米对台积电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。 然而,就在2022年8月,有关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,可能延宕三奈米产能见值速度的消息当时频传,但台积电已重申三奈米扩产将维持原计划进行。 一般情况下,去年年底苹果将是第一家采用3奈米铺片客户,但当前苹果最新的A16处理器还是选用了台积电的4奈米制程。 英特尔未来则扩大改采用5奈米,生产处理器内晶片块Tales,包括AMD、徽达、高通、联发科、博通等,最早会在明年及甚至后年,才会陆续完成3奈米新晶片开案。 东欧冲突及全球通膨等外在环境变量,导致智慧型手机及笔电等消费性电子需求疲弱,后续可能造成数据中心及高效能运算HPC需求放缓。 业界对于半导体生产链过高库存,可否在明年上半年有效区化仍抱持疑虑,但以过去历史经验来看,不景气的时候通常会让半导体业者加快新晶片开发。 然而,据Mac Rumors报道,高通和联发科尚未确定,是否会在2023年推出3奈米晶片,苹果可能是2023年唯一一家采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的晶片厂。 按照正常逻辑,高通下一代骁龙8G3升级3奈米将顺利成章,但会不会完全继续有口碑很好的台积电代工,似乎还选而未决。 消息指出,高通和联发科之所以犹豫,要不要采用台积电3奈米,原因是成本极高。 从10奈米工艺开始,台积电的每片晶圆销售价格开始承止数级增长。 台积电在2018年推出7奈米工艺时,晶圆价格预升至近1万美元。 2020年,5奈米晶圆价格突破16000美元。 台积电3奈米每片晶圆销售价格超过了2万美元,这个价格还是基准报价。 如果厂商的订单量达不到台积电的要求,价格还会大涨,这是高通和联发科犹豫,要不要使用台积电3奈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从中可发现关键问题在于,台积电3奈米晶圆的报价早已高达2万美元每片,净比5奈米贵了20%。 高通测缩后发现,对于自己这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成本增加。 即便高通能接受,其下游客户,也就是手机厂商们,也很难吃得笑。 三星那边虽然便宜,可还在良率提高仪式上苦苦挣扎,能否尽早完成,有待观察。 据悉,相比于5奈米工艺,台积电3奈米工艺的,罗机密度将增加60%,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%至35%,而且3奈米工艺的SVM快取,在电晶体密度上比5奈米仅高出5%。 就公开的讯息来看,台积电3奈米依然采用空前成熟的FinFET电晶体结构,三星则是更先进的GAA电晶体。 随着主要半导体及系统大厂的新一代晶片技术蓝图逐步释出,并且开始转进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。 这也是台积电有信心3奈米家族,将成为另一个大规模且有长期需求的制程技术的原因。 因此,台积电针对3奈米制造打造的Five18B厂开始进入量产后,包括Five18厂区的P7-P9厂的3奈米晶圆厂兴建计划也已启动。 苹果历来是台积电先进制程优先采用客户。 据设备业者及苹果生产的业者消息,今年包括新款iPhone专用A17应用处理器,以及M2及M3系列处理器都会导入台积电3奈米头片。 英特尔虽然有意争抢晶圆代工市场商机,但自家处理器采用小晶片ChipLite的晶片块设计后,内建绘图晶片块或运算晶片块会在今年下半年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量产。 而英特尔推出的GPU、FPGA等也会在明后年之后,可能采用台积电3奈米头片。 此外,AMD在先进制程的采用较英特尔更超前,比如以技术蓝图来看,AMD在明后年转进3.5架构后,部分产品已确定会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头片。 至于辉达、联发科、高通、博通等大客户,同样会在2024年之后完成3奈米晶片设计并开始量产。 基于Seeking Alpha的计算,预计台积电将在3奈米工艺节点上停留2.75年,2奈米节点上将持续3年,台积电将不会在未来5年内进行任何额外制程大节点的更新。 理论上,这可以帮助英特尔和三星代工追赶台积电。 不过,不要指望苹果会改变,因为该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台积电的忠实客户。 另外,根据接受Business Next采访的,专门从事半导体的分析师和专家估计, 目前台积电的3奈米粮率可能低至60%至70%,也可能高达75%至80%, 这对于刚刚量产的3奈米工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。 苹果下半年要发表的A17仿生晶片,基本确认使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, 但按照苹果的差异化策略,A17仿生晶片只会用在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Ultra等高配机型上, 标准版和Plus版仍会使用A16晶片。 不过,展望2023年上半年,台积电或将无法避免进入产业高库存、低需求暴风圈。 市场预期,台积电营收成涨动能将明显减弱, 但到下半年,随着库存去画稿一段落极需求回升, 中厂新品将面试带动下,营运将明显弹升。 而对于三星和英特尔,2023年上半低迷试矿, 两大厂面临巨额投资却未见客户下单困境, 接下来扩展计划恐降令处境更为艰难。 三星已确定失去挥达GPU大单,高通也大降头片比重, 两大客户估计占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约40%, 叠加自家3奈米GAA制程趋值可数的客户, 难支撑先进制程投资。 另一个正面临PC、四伏器市展流失, 以及设计、代工拆分两难的英特尔, 回归市场竞争,不具技术与成本优势, 难以获取同事竞争对手的AMD、辉达与高通等订单。 总的来说,在竞争对手技术, 良率不如预期下,台积电将持续取得手机、 高效能运算、HPC等大客户一败订单。 当前,三星电子与英特尔股线先进制程投资黑洞, 巨额成本恐难以回收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